大家好,热情一点都没有减退 虽然周围都温情,但我们忘记它,我们一样煮我们的美食 有什么好吃的? 今天做的是最新鲜的鱼 最新鲜的鱼,成了鱼 擀开鱼的鱼 用一趟鱼做鱼的鱼 我们不浪費鱼 因为鱼已经有鱼湯 鱼湯做鱼湯 但是因為我們已經有魚湯了 就不需要用到骨 那些骨我要做一個椒鹽骨 給各位拿來送茶 不要說送酒送茶 一邊吃米粉 一邊吃頭腩 現在開始了嗎? 未開始 因為還有些客人都未來 所以先等一會 這次我們就預料了 因為是魚的關係 還有薑 這個是芹菜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是魚的時候 有些腥味 所以我們又配一些聖瓜 雖然有很多的配菜 但是聖瓜這個時候是合適 還有我們有芫荽 最後還有蔥瓜 鹽 還有一些胡椒粉 為什麼會有兩個胡椒粉呢? 因為這些胡椒粉 就是普通我們日常用的胡椒粉 這些是我私火 這個是山打根的胡椒 馬上磨的 因為很多人怕它會比較辣 但是香味 我保證這個香很多很多 這個我加少許下去 最後我才加少許下去 煮好了才加些下去 一會兒開始 然後我把薑 把油爆一爆 在鍋裡 爆完之後 然後我把魚湯加下去 煮滾了魚湯 然後才把魚片 放在米粉上面 然後再煮滾 然後我把湯加下去 放在上面 這樣又好看 又不會弄慢了魚片 剛剛釣線熟 一會兒 等客人來到 他們就開始煮了 韜哥 可不可以看看 這些胡椒是怎樣的樣子 這些山打根 我幾顆出來看看 可以不可以 啊 這些是馬來西亞的老友 聰明我 是馬來的